约拿书第二章 约拿从与父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说 我从患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我从阴间的身府呼求 你就垂听我的声音 你把我投入深海 在海洋的深处大水环绕我 你的红桃 你的波浪都漫过我 我说 我虽从你眼前被赶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众水包围我 几乎置我于死地 深渊环绕我 海草缠裹我的头 我下沉直到山路 大地的门栓把我永远关闭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却把我的性命从坑中拉上来 当我心灵疲弱时 我就思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直达你面前 进入你的圣殿 那敬奉虚妄之偶像的人 实在是离弃了 怜爱他们的神 至于我 我要带着感谢的声音 向你献祭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 于是耶和华吩咐那鱼 鱼就把约拿吐在陆地上